一直以来,中国诸多领域的发展都受制于西方国家,不少先进技术与设备掌握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,所以中国的很多大型器械只能从国外高价运进。 比如中型的履带器重机,钝垢机等,西方国家一边笑呵呵的赚着中国人的钱,一边还在北地里嘲笑中国人傻嘛。 不过,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骨气,以及面对困难却不服输的决心,虽然有西方国家的不断干扰,也阻挡不了中国基建发展的脚步。 经过了多年的奋战,中国的基建实力已经享誉世界,成了中国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,外门甚至封了中国一个基建狂魔的名号。 前不久,中国果断接下了一个隧道工程,却遭到了世界各国的疯狂吐槽和鄙视。 德国甚至嘲笑着,中国这次注定失败,要知道,这条隧道工程已经前前后后,难倒了25个国家的专家,堪称史上最难开凿的隧道工程,根本就不可能完成。 这条隧道就是阿尔及利亚的甘塔斯隧道,长度将近15公里,这也是非洲北部最长的隧道,如果隧道顺利贯通,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现状。 一开始,世界多国都自告奋勇,要接下这一工程,然而最终还是纷纷宣布投降,随着这些国家的退出,甘塔斯隧道的工程进度一度停摆,就在这一时刻,中国人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工程,在经过了很多的方案整改和完善之后,甘塔斯隧道最终被中国人攻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